美國紐澤西一名67歲婦女 邊走路邊滑手機 一個不注意 連人行道上通往地下工程的 兩扇大門都視而不見 整個人倒栽蔥 跌入大約1.8公尺深的地底下 地底下正在進行管路維修 帶著施工安全帽的工人 馬上上前查看 旁邊兩位年輕妹妹目睹 超級驚慌 引來眾人圍觀 最後僅消用單架 將婦人抬出 而因為婦人頭部先著地 傷勢嚴重 但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受傷婦女的兒子表示 母親視力不佳 再加上患有糖尿病 必須時常檢查手機 確定用餐時間 不過因為滑手機 而造成的意外已層出不窮 越來越多人 因為走路滑手機 而跌倒受傷 醫生也提醒低頭族們 要特別注意了 記者綜合報導